为什么最近几年做生意都不赚钱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两个问题 是最近很多朋友都跟我一起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相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疑问 最近几年除了少数高精尖的新兴行业 绝大多数行业的人都陷入了一种 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之中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都涉及到比较漫长的宏观经济周期 所以说其实我们简单的转换一下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经济有一个大周期 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周期的哪个阶段 我们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他就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上面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这几年做生意都不赚钱 他同时也可以告诉我们 这种情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像我们提到了这个宏观经济周期 那不可避免的 不能免俗的 我们就要提到这个康姆波周期 康姆波周期这个理论是1926年 俄国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提出来的 网上的讲康姆周期的呢 也很多很多 如果说朋友们有兴趣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去看一下这个 2016年周金涛先生 在这个上海清算所所做的一个演讲 叫人生就是一场康姆 周先生还有句金句啊 叫做人生发财靠康姆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 存在着一个50年到60年的经济周期 他用繁荣 衰退 萧条 复苏 四个阶段组成 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应这个周期 做出我们的投资 或者是行业的选择的话 我们大概率呢 可以持到实在跟行业的一个红利 跟你个人的这个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康姆周期呢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公认的这个康姆周期啊 已经完完整整的跑出了四轮 而且每一轮的康姆周期呢 它的观点呢 都得到了很好很好的印证 所以说我们这里拿出康姆周期 来作为一个理论基础 来分析判断我们现在的状况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准确性的 但是呢 1776年啊 这个由蒸汽机发明 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呢 那个时候我国还处于这个清朝前农时期 然后第四轮康姆周期结束的时候呢 是1991年 所以说我们国家其实1978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啊 然后1998年呢 才开始搞房地产 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第五轮康姆周期里面 才慢慢的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的整体构架里面 所以我们想解答 之前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们处于这个康姆周期的哪个阶段 其实我们重点需要了解呢 就是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第五轮的康姆周期 前面的四轮康姆周期虽然说 很好的印证了这个理论的有效性 但是呢 其实跟我们关系不大 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研究第五轮康姆周期 按照康姆周期的理论啊 1991年由这个计算机 信息化技术革命带来了技术创新 开始的第五轮康姆周期走进繁荣 然后呢慢慢的所有相关的行业啊 兴起其他的行业呢 完成了这个升级换代 在这个过程中 往后面一直走 走到这个2005年 就大概有15年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第五轮康姆周期的繁荣期 很多行业其实已经比较饱和了 到2005年 到2018年这个期间呢 这13年里面是处于这个康姆周期的这个衰退期 但大家可能会想说啊 2005年到2018年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这个社会心心向荣呀 各行各业发展都很好 对吧 而且各种经济数据各种经济指标都非常漂亮 但是其实刚好这个康姆周期里面的这个衰退期呢 它跟我们这个常识里面理解的衰退期不一样 康姆周期里面讲的这个衰退期 是由投资过剩 所以引发了这个经济的衰退 就是说我们开始换成现在的话说 就我们开始卷了 各行各业呢 投资过剩 然后竞争加剧 产能慢慢过剩 所以说 相反是在这个衰退期 我们又把它称为投资过剩期 它其实是在 不停的有这个资本注入 因为你想在1991年到2005年 各行各业都发展的特别迅速 所以说资本它是处理的 它不停的在注入各行各业 所以说其实在2005年到2018年之间 这13年过度投资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个经济在衰退 是因为不停的有资本在注入 这是一个各行各业都在吹泡沫的过程 每个行业的泡沫都越吹越大 所以说当时我们的感觉是 好像做什么都赚钱 感觉经济一片向好 各种经济指标呢 数据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事实上呢 衰退下面紧接着的是萧条 事实上每次萧条 都是由这个过度投资所引发的 在这些很漂亮的五彩斑断的 这些泡沫破裂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萧条期 所以这个衰退期持续了13年左右 从2005年到2018年 到了2018年 那整个经济环境就明显的 进入了萧条期 大家呢也真正的就 开始感受到这个切肤之痛了 感到难受了 这个萧条呢 其实恰恰是由前面的这个繁荣引发的 那你这么听的 可能觉得是有点矛盾 繁荣不就是繁荣 毛补成会引发萧条呢 繁荣各行各业快速增长的时候 你在每个行业的投资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 资本呢 它又是逐利的 在繁荣之后 就1991年到2005年 看到各个行业都投资功率很高 然后这个生意也都很好做 一片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资本会不停的往里面投入 那么繁荣就必然会引发投资过剩 然后各行各业呢 投资过度 产能过剩 然后竞争加剧 从而大家都不好做了 经济开始衰退 然后为了消化这些过度的投资 过剩的产能 过度的这个竞争 优胜劣态嘛 肯定有很多就是在企业管理上 做的不是特别好的 然后这各行各业 不是特别精通的 规模不够的 就会有很多会被淘汰掉 那么就进入萧条期 我们需要在萧条期呢 消化完这些过剩的产能 淘汰一批传统的 落后的一些企业 一些公司 我们才能进入复苏期 因为各种新兴技术 也在不停的发展 就在下一轮的新兴技术的发展 以及普及下 经济再度走向繁荣 那我们来捋一捋 我们从新的技术革命 引发了新一轮经济的繁荣 由于繁荣呢 各行各业的投资回报率都很可观 引发了资本的过度的投入 资本的过度投入呢 引发了产能过剩 引发了竞争过于激烈 那么这个时候 经济就进入衰退 衰退之后呢 这些淘汰的 过剩的产能也好呀 投资也好 都要必须消化 那么消化 整个经济就会进入萧条期 那么萧条之后 过剩的产能 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了 有各行各业里面呢 不是那么优秀的企业被淘汰了 那么我们就重新会 经济开始复苏 然后由下一轮的这个技术革命 重新引领下一轮的繁荣 那么这就是一个 很完整的唐末周期了 从繁荣到衰退 到萧条到复苏 再到重新繁荣 大的这个宏观经济周期啊 它就像一个固定的 这个轮回一样 没有人能够阻挡它 也没有能够改变它 它就是存在于这个 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的 一种必然的规律 我们只能顺应它 利用它 就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样的投资 每个这个阶段呢 你这个资产的配比 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应该进入什么行业 你应该把自己的钱 时间精力 投入到什么地方 做这些决策之前 我们都需要了解 并且分析宏观经济周期 然后呢 再结合自身的这个实际情况啊 我们才能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学习跟研究这个 康博周期的意义 既然说这个宏观 经济周期呢 是个不变的规律 那么也就是我们肯定是 改变不了它 也左右不了它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在了解它之后呢 选择怎么去应对它 那比如说这几年 我们是处于这个 萧条的中期阶段 因为从2018年到 现在2024年 已经过去6年的时间 按康博周期理论讲的 一般它的这个 萧条期会 维持在10年左右 当然这不是一个定数啊 就大概在10年左右 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 这个萧条期的 中期阶段 所以说这几年 我们传统的生意 我们肯定是不能做了 重资产投入的生意呢 风险也特别大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说 这个萧条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能干什么呢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偷 我们相反 在我们没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精力跟时间啊 花在了解一下新的行业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想办法进入其中一个行业 比如说这个AI 人工智能也好 新能源汽车也好 新能源像太阳能啊 清洁能源也好 双碳 包括自媒体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等等等等之类 也有新的行业 我们可以说花时间了解一下 想办法进入其中一个行业 可能你会说这个事情 你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很难 其实也不一定 我们换一个角度讲 就我们所说的 这个进入一个行业啊 并不是说让自己开创一个行业 或者是一定要开一个公司 每一个行业背后啊 都是很长很长的一条产业链 我们就拿这个新能源汽车 做个例子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肯定没有能力 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去 创造一个电动车品牌 去开一个公司 搞个特斯拉 或者是小米之类的 那不现实 如果你没有实力开个车厂 但是你可不可以考虑说 跟这么多新建的这些车厂 去做电动汽车的配件呢 如果你以前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制造业的经验 比如说以前你开过其他的工厂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 转行给新的行业做配件 如果这个配件 你也做不了 你说我也没这个实力 那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去 给这些配件的厂商 做一做供应商 那么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就很大了 好再不行 你能不能考虑说 我做一个这个废旧汽车电池的 这个回收呢 如果说这个你也做不了 那我们退一万步讲 你能不能在这条 产业链上面 这么多工厂里面 你去挑一个 符合你当下情况 就是说你的能力也满足 然后你自己也看好了 新行业的里面 去找一家公司 或者是一家工厂 你去上班 那这个东西就大多数人 是可以做到的了 所以说其实只要你自己 下令决心啊 你肯定可以说 以某一种方式 进入某一个新兴行业 只要你进入了一个 有发展前景的行业 那么你肯定可以 在某个时间节点 找到自己的发展的机会 而且从这个 保持这个财务健康的角度讲 在这种萧条期 你无紧自己的钱袋子 少投资 少创业 去一个新的行业学习 未尝不是一个 非常明智的选择 那么按照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现在处于这个萧条的 中期 2018年到现在 2024年 6年的时间 萧条期一般会持续10年左右 那么我们就想问了 这个具体 这个萧条期 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复苏期呢 那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其实重点取决于 引领下一轮繁荣的 新技术发展的形式 它的发展的速度 跟它普及的速度 像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技能源 技术等等 这些技术呢 在现在萧条期 它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发展的 我们虽然说 在这个大的宏观积极周期里面 萧条期跟复苏期 有个大致的时间划分 但其实它们中间并不是完全存在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 大多数传统行业在萧条的同时 新兴的行业正在复苏 正在崛起 如果说非要问一个具体时间 那如果我们乐观一点 按理论上来讲 2028年左右 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经济复苏的迹象 当然这也取决于很多原因 除了这个技术革命之外 跟这个国际局势也有关系 比如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 中美罗裔 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的格局 所以说这里也很难给到一个特别准确的时间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 了解了它这个底层逻辑 加上中国最近的几十年 在各个科技领域不断的积累跟进步 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之下 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 我们几乎可以坚定的相信 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经历这最后几年的小巧期之后 一定会迎来复苏 甚至可能引领下一轮全球经济复苏的潮流 所以我们不要悲观 不要过分担忧 更不能躺平 而是应该更主动的去顺应这个趋势 充实自己 以主动乐观的心态 去迎接下一轮的经济复苏和繁荣